三天V会生活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有品味有内涵有质感的时尚电视杂志 爱上生活 我是李伟 大家好我是金金 每晚的是八点四十分和你一起翻阅流行 金金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连续剧叫裸婚时代 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当然有看过 讲的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故事 所以看上去是倍感亲切 里面有很多台词呢 现在被这个年轻人呢是一直在传着哈 这种有一句呢 大家印象很深刻叫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可以令女人很幸福 一样是奥迪 还有一样是迪奥 那其实呢虽然说呢 我们对于这样的生活态度还不是非常的赞同的 但是由此可以见出啊 其实呢奢侈品在女性心目当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对 那么迪奥呢作为时尚奢侈品的一线品牌呢 旗下拥有很多的单品哈 那么今天我们的爱上封面要来看到的就是迪奥旗下的太阳镜 刚才我试带的这一款呢就是迪奥的一款太阳镜 迪奥的服装上不会出现迪奥的明显标志 但是在迪奥的太阳镜上啊每一款都有明显的迪奥标志 在迪奥的太阳镜设计上不仅它的镜面非常的大气有讲究 它的镜腿设计也是非常的注意细节的 上面的水钻呢都是施华洛士奇的定制水钻 让我们这款太阳镜一看起来就高贵典雅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不低的 大概它的售价是在七千多块钱左右 作为法国著名时尚品牌 自1946年创始以来 迪奥一直是华丽与高雅的代名词 不论是服装 手表 香水还是彩妆 迪奥在时尚殿堂一直雄聚顶端 在时装界迪奥就以外形的时尚和精致的剪裁文明 在设计上更是大胆创新 1952年迪奥开始放松腰部曲线 提高裙子下摆 1953年迪奥把裙子的长度缩短到离地面达40厘米 一举震惊英伦三岛 迪奥这种独立的设计理念 象征着法国时装文化的最高精神 上个世纪40年代 迪奥凭借其在时装界无可动摇的地位 将产业链拓展到香水 内衣 化妆品 珠宝以及鞋等领域 系数迪奥的经典潮流 太阳镜总是重要的一环 在每款迪奥太阳镜架上 都有着明显的迪奥标志 时刻向世人显示佩戴者的品位与身份 一些国际巨星如帕里斯希尔顿 凯特贝金赛尔 范冰冰等人 都是迪奥太阳镜的忠实粉丝 迪奥太阳镜也因此成为了时尚的风尚标 看完刚才的短片呢 有一个问题要考一下李伟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副眼镜 但是呢它上面的logo呢会有一些些不同 比如说呢像这个眼镜架上呢 有一些会标有CD 有一些呢是Dial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据我了解呢这个Dial的这个英文全称呢是Christian Dial 那么可以缩写成CD 也可以是写成Dior Dial 就像人的一个大名和小名一样 没错 那么这个CD呢通常出现在男式用品上 像我们这个男式的这个皮夹呀 皮带的这个扣环上 还有就是我们男式墨镜的这个镜架的侧面 都会出现CD这两个缩写 还真是难不倒你 那其实呢Dial这个标识呢 最早是出现在女式的包包上 所以呢细心的人会发现呢 但凡是Dial出品的这个女款的包包呢 上面都会占有DIOR这样的金属字母 那么通过我们这样解释呢 可能观众朋友就了解了 哦为什么又有CD又有Dial 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 应该怎么样才能够选到一副 最适合自己的太阳镜呢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来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吧 近些年来Dial不断向年轻的消费群体靠拢 它旗下的太阳镜已鲜明地轮廓 前卫的设计和颜色吸引着大众的目光 但这难以掩盖Dial太阳镜高端的品质 最为特别的是 镜空的设计中融入时装的性感流利线条 2009年Dial推出未来感太阳镜 充满了骇客帝国式的未来感和高科技感 今年夏季推出的新款高的01太阳镜 由Dial捷奥日本工作室 采用18K斤手工制作而成 全球限量50负 在不少消费者眼里 Dial太阳镜是唯美设计 与精良制造技术相结合的艺术品 不断带给我们新的生活体验 太阳镜是夏天热销的流行单品 我们大家选太阳镜可以根据自己的特质来 首先我们可以从脸型来考虑 像圆脸型的话 我们建议带方一点的宽形 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强它的立体感 那像方一点的脸型的话 我们可以挑圆一点的 这样子可以起到修饰的作用 其次呢我们可以从肤色进行挑选 像皮肤比较白的人的话 对颜色没有什么挑剔 如果皮肤偏黄偏暗淡一点的话 我们建议选用像酒红色一样 类似于偏冷色调的颜色来提亮肤色 再一次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出行环境来考虑 比如说你要开车或者是户外钓鱼的话 我们建议选用有偏光功能型的镜片 它这样的话有较好的反反射光和炫光的效果 那如果您是要去强观特别明显的地方 比如说海南西散这些地方的话 我们建议选用深色镜片 能起到更好的遮光作用 最后呢我给大家一些保养眼镜的小建议 我们平时的话不建议用进步去干擦镜片 也不要用手指直接去触分到镜片 然后不要为了涂发面 把眼镜直接套在头上 这样的话容易引起它的变形 如果我们平时注意这些小细节的话 相信您的眼镜会有更好的使用寿命 戴太阳镜呢固然可以让我们看起来很时尚 但是呢要注意如果使用不到的话呢 也会损害我们的视力 尤其注意不要在阴雨天 或者是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戴墨镜 虽然那样看起来很酷 所以说呢时尚归时尚 但是呢追求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自己喜爱的品牌 又了解到如何来正确的戴太阳镜 那么今天有关于太阳镜的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儿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最爱时车